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用我们整个手臂 手臂它就是弯弯弯 所以说我们要用整个手臂这个力量扛过来 然后往下往下顶 然后呢 注意第二个就是看我的脚 在动的时候 依依的时候 动的时候 这个左脚往后退 我左脚往后退 退 然后往后 当退过来的时候呢 我这个脚正好有个空间 看没有 我的重心在前面 这个脚可以攻击它的身体 和我上次教的那个琴拿很像 步伐很像 好 接下来呢 换另外一只手 这只手 当这只手抓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不可以用刚才那个动作 为什么呢 你看啊 这样子有用吗 没有用的 对不对 这样子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要用哪种方法呢 我们也不可以用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抓 这边手用不上力 抓不住的 它想收走就收走了 收 你看 我抓不住 抓不住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 我们一个泳春里面的一个拍手 把它的手这样子拍开 拍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看 我们这只手要从下往上去扣住它的这个脖子 所以说这个动作是一个这样子合成的 拍手的时候不可以拍这里 要拍这里 一 拍 看 拍 这个手 我的手就会扣过来 大家看一下 这只手会扣过来 再来一遍 一 二 扣过来 然后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我的脚 脚上的动作 看一下 来 抓紧 然后 一 当我拍过来的时候 这只手要 这只脚要快速地迈到它的它的腿的后边去 推出腿的后边去 迈到腿的后边的时候 看一下 这只脚呢 是一个动的动作 什么动的动作呢 往回扣 是这样的动作 往回 往回 扣 啊 往回扣的话 敲打它的重心 啊 这样子 啪 敲打它的重心 它就会倒下去 啊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扣过来 来往这里 扣过来 这样子 这只手 看没有 扣 这样子扣住它 这样的话 啪 就没有办法 同样的方法 我们用这个肩膀 看 如果它是抓这个肩膀的时候 我这也是一样的 拍手 拍手 啊 然后 上 啊 往过来 这个脚要过来 扣 然后扣 拍 啊 这个脚 打 啊 在这边要注意一点 就是 在这边要注意一点的时候 就是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因为 如果说你的距离太远的话 就做不到 你看 啊 我说这个动作 就是说 这样子 我如果说我动作太慢 它这个手就会过来 它过来我这样子就扣不住了吗 它可以把我手推开的 所以说 我们在拍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 已经 手已经过来了 往上拍 往上拍 往斜上方拍 往斜上方拍 不要往下拍 往下拍 又会阻到你的手 往斜上方拍 斜上方拍 拍 这个手就已经过来了 手就已经过来了 所以说它就不会扛到你 那这边呢 一样 它抓我这个肩膀也是一样 一 二 扣住 往下 看 往下 然后 踝 踢 踢 踢 这个动作呢 就是正前方的一个 当有人拍肩膀的一个 其拿的一个小技巧 在 呃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讲得很清楚 然后呢 王教练也配合得很清楚 就是 抓肩的时候 该 呃 该注意的 该注意的地方 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也非常高兴 王教练能跟我们做这次配合 今天呢 我和王教练 配合讲解了这一次的这个 奇拿的小技巧的一个课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这个要领 还有就是在这个做的时候 这些步法的变化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